到底是修还是换 这个case呢是在Lysma Hill 今天过来换一个马桶 这个马桶呢就是上水不止 然后客人说已经用了很久很久了 所以就不想修了换掉 好 这个声音呢就是这样漏水 可能上水有问题 咱先可能想换 但是我现在再查看 如果是能修好的话咱修 因为他买的马桶的质量还不如这个呢 所以说我再跟客人协商一下 看到底咱们用哪个方案最好 那是今天中午送下来的马桶 马桶已经送到 可能打算换这马桶 刚才跟客人协商了一下 这个马桶我认为便宜 于他里面那马桶 那里面马桶问题不大 真的问题不大 然后我跟客人说咱们看先修 修好了之后咱们就算了 别换这个了 这马桶质量也不如他里面的质量 我认为 所以呢价钱也不如他这个里面的贵 所以呢咱们先修试试看 然后客人也同意了 然后如果ok很好的话 就把这再退了就成了 现在这马桶呢 我给客人修好了 这马桶多好啊 一体的一体马桶 然后换成那种比较简单的 比较便宜的马桶 太可惜了 所以说就是一个上水的问题 然后帮客人们 刚才马桶盖都已经晃悠 然后重新把这种马桶盖给 重新重新加固 重新装的马桶盖 对 这样不就挺好吗 好的 就这样啊 ok